今天准备去手保了 给大家看一下公里数 这个说明书手保是1000公里 所以现在可以去了已经 目前为止也没发现什么叠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油 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机油的量 然后现在它已经很黑了嘛 差不多可以换了 好出发 已经摆好驾驶了 准备换机油几率 本来我是想自己换的 但是因为摩托车机油几率 我没有我自己换过 虽然我换过汽车的 还是跟人家先学习一下吧 哎偷师学艺一下 然后能以后再自己换 记录一下第一次换机油 哦它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放油螺丝是吧 嗯 哇好黑啊 好fold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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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换一次机油几率多少钱 这个没有几率 没有几率 只换机油 我怎么看那个说明书上面写这个手稿 是要换那个机油几率的 就是我看1000公里是要换一次 然后每隔2000公里换一次机油 什么4000公里换一次几率 这个是几率合照 这漏的 还要擦 感觉是不是比汽车饭方便多点 他肯定比汽车饭方便多 我脱口了 你在什么 上面是铁屑吗 这么多 新车的这样 是不是因为昨天我把车给那个什么就我朋友他他练了 然后他不会吸火多少回 不是 不是啊 新车的这样 我感觉这个做保养挺快的 估计几多十几分钟就可以熟练的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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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不是吗 这个口 你看了也没用 你的跟我又不一样 看起来不行吗 这不是吗 现在就是 开机让这个机油充分的流到各个部位吧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